大家好,我是卡姐 接着上一集,现在继续开车向西雅图方向走 我看到有位网友留言 卡姐,其实在西雅图,开车走5号周滞公路到温哥华,好不好开车? 我可以说是非常好开车 真的,这条路的路面又漂亮 还有现在真的不是什么大折日 过关基本上是不用排队的 现在的情况就是 美国上去温哥华的车 多过加拿大南下美国的车 我都说了原因 因为加拿大现在的钱不是那么值钱 一兑换的美金就不见了一截先 差很远 你一个3毫7元换人家1元 你就不见世了 再加上现在各样都是贵的 其实美国加拿大两边的物价都是升了 但是升之中我总是觉得 美国这边的物价都是便宜些的 你首先不是说去吃唐人东西 我回了波特兰之后 我都是好像普通的妈妈们 家庭主婦一样 我都要去买菜 就发觉唐人的超市 卖的东西 真的比温哥华的 说老实 这个真是老实说 但是如果你说我是吃西餐的 我回到美国也是以西餐为主的 反而是便宜过加拿大 看看你是否可以接受西餐的餐点 而比较吃少些唐餐 有些人是可以的 有些人是不可以的 但在琪姐家里一定可以 回到美国 我主要都是去Costco买菜 其实在美国的Costco 和加拿大的Costco 他们售卖的 无论食品用品 都是有很多不同 去计一计 我就觉得左计右计 都比加拿大便宜 我们的餐点也是很简单 主餐主要是烤鱼 烤牛扒 或者是烤羊架 什么肉类 配菜 最常是沙律 你可以做Cist salad 或者是做Greets salad 希腊 salad 放一点芝士 这些已经是够了 如果人多 可以做多一个香草白酒 煮Muscle 或者是再加多一个 是蜆肉的意粉 其实就真的很足够了 再配一个沙律 但是堂餐来说 我就试过去当地华人超市 我去买了不是很多东西 买了大概一磅蝦 它的蝦很大 很新鲜 买了一些菇菌类的蔬菜 买了一块猪颈枝 凌凌嬸嬸 买了一些东西 差不多40元 但是我在Costco 买菜 大概买了180-200元 大概 分分钟可以吃一个星期 也有拍了影片 遲些跟大家分享 相比之下 计算过 买唐人菜 是贵少少的 但是如果你说 我有个中国胃 我一定要吃炒菜 或者是要吃一些 唐人游水鱼 这些一定是 比西餐贵的 如果我要买 游水鱼 在美国 或者是蜆 或者是蟹 或者是龙虾 我会去哪里买呢? 我会去Hmark 韩国超市买 那里买海鲜呢 便宜、漂亮、正 而且是游水的海鲜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 有时候唐人的那些海鲜 都不及Hmark 超市里面 他们是韩国人 卖的游水海鲜 这么企丽的 家庭主妇就是这样的了 第一时间 去关注那些物价 哪间超市 是比较好些 卖些东西 或者品种多些 因为我回来 其实我不是游客 当自己是 当地的人 这样去生活 现在很快去 也差不多到西雅图了 又回答刚刚那个网友的问题 其实这一程车 由西雅图 开车去温哥华 两个多小时 有些路段的时速限制 所以 你就要看清楚 在美国 就算英里 在加拿大 就算公里 而且 美国人 开车 始终 那些速度 是快些的 特别是温哥华 那些路不是很阔 也不是走高路 所以 每个人都习惯了走 City的路 跟美国人那种 那么快的车速 有时 你都要跟得上 我都发觉 我的子女 他们开车 我都要提醒她 因为这里不是美国 你回美国 可以有这样的车速 但是在温哥华 就真的停停 等一等 又要等一等 那样 那就有些要 给耐性去驾了 其实 自驾游 有无限的乐趣 你由西雅图到温哥华 或者温哥华到西雅图 你可以选择很多的交通工具 有飞机 那个飞机真的很快 一头上飞机 一头下飞机 快到这样 所以 有很多 现在 在美国工作的人 他们基本上 就是 日日都是 或者隔日都是 游飞机可的 他们回家 全部都是飞机 他更快 你回去高桂林 因为他去到机场 他部车 就在机场 那里 第二天 回去 他也是在机场拿车 飞机很快 一个小时也不用 除了飞机 也可以坐长途巴士 我相信有很多 上多年纪的人 他不想开车 就会选择坐长途巴士 而且价钱也很便宜 还有一个就是 坐火车 他每天 据我所知 MCHAT 美国铁路公司 他好像 现在 有没有改 我不知道 之前就是每天 只有一班 在西雅图 开上去 温哥华 好像是 每天下午6点 或6点30分 就开出一班 也应该是唯一一班 他由波特兰开出 过来西雅图停站 说到这里 又跟大家交代一下 现在的车 我们就进到 华盛顿州 Tacoma City 第一段时间去吃饭 我们现在继续说 西雅图火车站 上乘客 上乘客之后 他就向着 温哥华 那边开 到达温哥华 应该是晚上的 10点40分 又要看一下 那班车有没有 5点 很多时 他们要等那些 油包的 车 要送那些油包 上火车 运往加拿大 他就很多时 要等那些油车 分分钟有时 就会是 迟一个多两个小时 到温哥华 就很晚了 如果你说 在温哥华 回到西雅图 坐火车 就早上 6点40分 开出的车 中午大概 11点多 12点 就到西雅图 除了这些 就是自驾 现在 我很快就 又来到 Tacoma 现在 进入Tacoma 找食物 为什么要进入Tacoma 才找食物 不是西雅图 因为 西雅图 经常塞车 很迷糊 所以 我就是 经过了西雅图 那段 来到Tacoma 吃 其实 在西雅图 再开多40分钟 大概 就已经到Tacoma 这边的房屋 价钱 基本上是 工身阶层 可负担的 就不像 西雅图 那边 那么贵 就是这边 很多美食 其实都很多 食物 很多餐厅 而且 都可以 拍车 在西雅图 你真的 分分钟 找车位很难 拍车很贵 在Tacoma 这个城市 你就真的 随便停车 找食物 两个多星期前 或者三个星期前 左右 都有常传过一个影片 就说Tacoma 有一间 比较 很出名的 很大众化价钱 也都是很好吃的 里面的东西 的一间餐厅 我都放了它 上去 视频 我相信 看开卡车视频的 网友都知道的了 那我今天 就很想把它 介绍给我家人 那现在 就在駕駛车过去 好了 又说回 駕駛车 在美国的公路 玩 其实是真的很好玩的 因为在美国 加拿大那些公路的配套 是非常之完善的 你可以安排自己 每天駕駛四个小时 或者駕駛六个小时 那你就 在那停下 休息 或者吃东西 所以 觉得是很好玩 很安全 有很多人就说 美国不安全 亦都有很多 社会问题 我觉得 如果我们一个成年人 哪些地方安全 哪些地方不安全 我们 是感觉到的 最重要 你駕駛车 无需去一些 比较危险的地方 或者是 游民多的地方 其实我现在 开这条路 我看到 桥脚那里 都有一些 游民在安营 窄宅 那我就 匆匆而过 经过 都没有问题 但是 不是人 走在路上 至于 治安 其实 都一样 最近 温哥华 也出了一宗 真是很无厉害 和兄弟 在白石镇 海旁 看海 都被人 襲击 亦是 S 其实 到处都有社会问题 到处都有 一些 神经不正常的人 遇到 亦是 真是 不幸 有时 人的事情 真的很难说 所以 不是 怕东 怕西 你到处都不需要去 如果 你要把 恐惧 每一天 挂在 老海里面 你寸步 都 难行 不想去任何地方 这样 在家里 最安全 但是 在家里安全 有时 都未必安全 整个北美洲的西岸 都 处于一个 地震板块的区域之内 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地震 所以有时 国安天命 不需要担心 那么多 担心太多 人 真的 会 没办法生活 你不想去 你就 随遇而安 所以 开车是 没问题的 而且 駕駛在公路上 亦都是 我觉得很安全 駕駛了几十年 这条路 刚刚在桥脚 都看到 我就不去拍了 但是 一般来说 你不去 跟它正面接触 这些油文 也都不会 冲出来 折你的车 或者怎么样 因为都是日光日白 那晚头夜 就 不可以这样走 其实 出来自驾游 最重要是 保障好你的车 先 出发之前 你 tune up好自己的车 检查 你有没有 买到医疗保险 其实 美国人去加拿大 都应该买 旅游医疗保险 两个国家的 国民 如果经常来来往往都知道 如果你说 有加拿大 的身份 也有美国身份 两边的医疗都可以保障 美国也是购买好 医疗保险 个人医疗保险 在加拿大 也有国民的医疗保险 如果没有这种 双重国籍的身份 购买旅游医疗保险 首先 是放在第一位 出发之前 一定要去买 就不要说 嘴嘴搏 我可能去几天 没有事 有些事情 真的不知道 是吧 医疗费用 在加拿大 也是天价那么贵 所以 这一件事 就是出发前 一定要做好 去买好 心就安定了 是吧 也是搞定了 车也tune up好了 最紧要 带着你的passport 带着你的好心情 那车呢 就是自己驾驶的时候 你可以放一些水 自己喜欢吃的零食 毛煎 取暖 那些 你又停一停 很冷 或者是 放一些雨傘 总之呢 自己驾驶 等些什么 在车里 都可以的 当然 不是为禁品 两边的海关 都会问你 有没有带水果 有没有带一些 他们规定不能带的东西 那这些就无谓带了 正常来说 是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是一切都非常非常之安全 也都真的很好抓了 那 现在又走到这里 就转出去 就是那一间的自助餐厅了 但是呢 入到去呢 真是想不到这么好生意 只是在那里等位 我相信呢 有一百多人在里面等位 一百人 总之呢 就不是说十几个人 或者是几十个人 上百人在那里等位 这些就会做生意了 我见到他这样做生意呢 这些就是薄利多消 不要想着说 哇我收得这么便宜 我没有钱赚 有钱赚 赚钱没人知道 这一间餐厅 真是的 你说 这个世界 买Toyota的车的人多 还是买劳斯萊斯的人多 是吧 便宜一定是 占了一个市场的很大比数 那便没办法了 我不等了 我又再开个另外一个地方 那里呢 亦都是有一种 好像 all you can eat 那样的日式料理的餐厅 亦都是不错的 亦都是价廉物味 亦都是很好吃 好了 那现在就拿过去先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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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